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晚晚周回到深圳 下机时 imposed November 10时 前凌座到几时要接受检疫 回到机场的时候 有机场外面被钳花拉过的盘压 外面那些當然是閒閘人等來 沒有官方安排 就受現場的公安溫馨提示 叫他們走 在機場裏面那些列隊歡迎他 那些很有趣的穿上全套的保護裝置 向孟晚舟獻花 好像孟晚舟有病一樣 這樣會傳染孟晚舟口罩都沒有戴 在機場裏朗讀他預先寫好的聲明 他下機的時候向大家鞠躬 心情地九十度鞠躬 鞠躬了很多個鞠躬 向著他迎接他的人 然後在麥克風前說 我終於回家了 我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他說他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 在異地他鄉三年 感謝祖國人民和黨和政府的關懷 特別感謝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我的事情掛在心上面 讓我深受感動 他說三年以來 因為建案已經搞了三年 2018年到現在 令他明白個人的命運 企業的命運和國家命運是相連的 祖國是最堅強的後堂 只有祖國發明企業才能夠穩健發展 就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 我以祖國為傲 就為一個奮鬥的華為人 我以華為為傲 因為就快十二一號 祝賀祖國母親生日快樂 現場的人隨即歡呼 馬文州說 有五星紅旗的地方 有信念的燈塔 如果信念有顏色 那一定就是中國紅 這份宣傳當然令到中國民族主義者很亢奮 大內宣也做到足 中國外交部的回應說自己贏了 回應這個媒體的查詢的時候 華春瑩就說 他說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立場是一貫的 明確的 事實已經充分證明 這個是一起針對中國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 目的是打壓中國的高技術企業 對孟晚舟女士的所謂欺詐的使用 是純熟列造 就連被美方指為受害者的匯豐銀行 也都據了足以證明 曼晚舟清白的文件 美國加拿大所作為的 是典型的任意拘押 人民日報的評論 就說曼晚舟事件充分表明 中國是不惹事也不怕事 中國絕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迫害 以及濫用司法行為 絕不允許中國公民成為別國政治迫害的犧牲品 如果是加拿大公民 如果是加拿大公民 拘捕過兩個 拘捕過兩個 有一個被判了11年 去間諜 算不算是別國政治迫害的犧牲品 評論就說 曼晚舟事件的實質 是美國試圖阻撓 甚至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 而中國要實現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強 好了 這個就是中方的反應 也在大內宣裏面很強調 曼晚舟是清白無辜的 所以這個協議 所謂的延後起訴協議 曼晚舟是沒有認到任何罪的 不是一個認罪協議 在我這裏留言用簡體字都是這樣說的 這就是中國大內宣成功的地方 他沒有認罪 所以釋放 絕對沒有這回事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我今天想和大家討論 有幾個角度去說的 第一 究竟曼晚舟有沒有認罪 有沒有認錯 這個所謂的延後起訴協議 是否一回事 第二 就是為什麼最後美國司法部 願意用延後起訴協議 或者叫延遲起訴協議 是釋放孟晚舟的原因是什麼呢 最後我想說 牽涉了三個國家 一個中國 一個美國 一個加拿大 究竟在這件事件上 有沒有誰贏呢 然後再賴到一個大家很有興趣的問題 就是說 很多這個仍然是特憤 如果特朗普在這裏 就一定不會放孟晚舟 現在拜登 被中國袋住在袋上 當然了 拜登屈服投降 這也是共和黨議員 在這件事上 攻擊拜登 在中國的壓力下 在中國的人質外交下屈服 幾個角度去說 第一 究竟 這個 有沒有認罪呢 有沒有認罪呢 中國的說法 就是這個所謂 這個延後起訴協議 孟晚舟的律師就說 我很高興孟晚舟和 美國司法部達成 暫緩起訴協議 這個協議已經獲得 紐約東區法院的法官 這個叫做 唐立利的批准 根據這個協議 他不會被美國進一步起訴 加拿大引渡 將會終止 所以才可以離開加拿大 孟女士 沒有認罪 我們十分期待 十四個月之後 因為一個延後起訴協議 大概十四個月 對他的指控完全截銷 現在他從獲自入 回家與家人團聚 這是孟晚舟的律師說的 美國司法部的網站 怎麼說呢 他說根據暫緩起訴協議的條款 孟晚舟已經同意一份 四頁的事實陳述的準確性 其中詳細說明了 他向金融機構做出故意虛假陳述 虛假陳述是罪 他說他承認了 說明了做這件事 那是否認罪呢 他說孟晚舟也同意 他不會犯下其他聯邦 州和地方的罪行 如果孟晚舟是違反協議的話 他將會被起訴 在本案提出的第三份 替代起訴書對他的所有指控 政府同意撤回 向加拿大司法部提出 將孟晚舟引導美國的請求 這份四頁的事實陳述 他詳細說明了 他向金融機構做出故意虛假的陳述 這個四頁的內容 慢慢同意他的準確性 那算不算是認罪呢 在技術上你可以否認 但實際上 如果發表虛假陳述 是一個罪行 是足以坐牢的罪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在三國的關係裡 有沒有贏家呢 誰贏誰輸呢 我覺得這個都值得討論 我看過一篇文章 一個分析 我覺得挺有趣 可以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其實就是立場新聞的一個作者 引述 英國的一份報紙 《衛報》的分析 《衛報》的分析 《衛報》的分析就是這樣說 制裁伊朗的規定 孟晚舟被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明知華為 在伊朗控制一間公司 Skycom Tech 但仍然對匯豐說 Skycom Tech 是和華為合作的第三方 不是華為的子公司 令到匯豐處理 有750萬美金的相關資產 令到匯豐變相違反美國制裁 伊朗的條款 這案是2013年之後的事 案件是欺詐 但沒有人有金錢損失 被騙的匯豐銀行 其實是知道Skycom Tech 和華為的關係 負責引導聆訊的這位法官說 一個沒有實際傷害多年後 控告的詐騙案 難道不會有人覺得奇怪嗎 而這個案件稱為受害者的一大加機構 似乎無數人都知道全部事實 是否被誤導呢 換句話來講 整件案 為何最後美國終止聆訊呢 不要求引導 做延後起訴協議 有個分析 這是美國的司法制度 輸了給中國的司法制度 如果說輸的話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 如果要把連案 把孟晚舟引導回美國 而把連案拿到法院審 的話 是有機會打得掉的 有些分析 是沒有把握的 大家記不記得 特朗普 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很政治的案件 最重要的背後的含意 其實是對付華為 應該我可以詳細分析 為何會說是一個 美國的司法制度 輸了給中國的司法制度 剛才說 因為如果這件案 真的拿到美國法院審訊 是有機會輸的 所以特朗普任內都說過一番這樣說話 他說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是願意去介入去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無論是特朗普也好 美國的司法部也好 當初要引導孟晚舟 要告孟晚舟的時候也好 又或者是拜登也好 從一個他都沒有把握 上到法院的時候 是有機會會贏的 所以特朗普從政治的考慮 就說 不如我介入去解決這個問題 賣人情給中國 最後就 基於很多原因他沒有這樣做到 到拜登也都想到這個問題 就是 上到來可能有機會會輸的 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他可能引導了 都是沒有罪釋放的 是否比現在更加好呢 這個就很值得討論 另一個問題就是 說說美國的司法制度 如何輸了給中國的司法制度 因為美國的司法制度 是一個真正公平公正公開的司法制度 這個行政當局是完全沒有把握 完全沒有100%掌握到法官在想什麼 可能會輸 可能會贏 你是不知道的 這是一個完全獨立 和政府的行政當局 一些關係都沒有的 這個司法制度 是一個相當文明 講究程序 和絕對獨立的司法制度 但是相對於中國而言 當加拿大扣留著孟晚舟 說要做一個印度的聆訊 將孟晚舟送去美國 受審的時候 中國隨即 抓了兩個加拿大人 控告他間諜 其中一個判了11年 兩個都是Michael 判了11年 現在分析 就是 中國這個司法制度 完全是可以 挖爛臉來做的 雖然我口頭不承認 那是人至外交 但實際上 就是 你 抓我的人 我就可以抓救你兩個 甚至二十個 我的法院 是完全受黨控制的 我告他什麼的罪名 我怎樣判罰 判多少年 全部 是一條龍服務的 中國政府是有100% 絕對的把握 去做這個人至外交 有一個絕對的把握 去報復 加拿大政府這個做法 那所以 如果鬥爛的話 當然加拿大的司法制度也好 美國的司法制度 不夠中國司法制度 那麼難 最糟糕的事情 都可以做出來 最難看的事情 都可以做出來 他手頭不承認 現在突然間 連判了監的 都說什麼 取保候審 取什麼保候審 都審完 其中一個 取什麼保候審 我都想不到 坐牢狼 馬上都放 是不是很難看 是不是很難看 是 全世界都覺得很難看 但是 對於中國來說 肉酸難看又有什麼所謂 幾難看的事情都做過 為求了目的 什麼都做得出 有什麼所謂 對他來說 現在 慢慢租回來 送回去中國 完了 你說 是不是人質外交 我口頭不贏 你吹嗎 一個文明的司法制度 和一個野蠻的司法制度 你一定是 沒有辦法會贏的 一個文明的司法制度 你又沒有辦法 沒有把握 建案一定是會 起訴成功 又或者是判罪 第二 他打橫來的時候 受害的是加拿大 加拿大很無辜的 喂 他無端端在這裡過境 因為有引渡條例 你叫我拘捕他 我拘了他 用一個最文明的方法 你又可以做公開的聆訊 你又可以請律師 又非常之自由地 除了帶著腳 這個追蹤器 其實是一個追蹤器 電子腳療 是一個追蹤器 基本上你是自由的 有些地方你不能去 你要幾點之前 要回家 基本上是自由的 你可以學話 可以學英文 可以讀學話 什麼都可以 那兩個呢 連家人都不見得 甚至連駐華的領事都不見得 這個文明應該野蠻 實在是不夠困 別人事意這樣做 他喜歡這樣做就這樣做 你根本就無從去對抗他 加拿大當然是老老實實 求美國佬 這件事不如這樣吧 中國的監獄很難坐架 這個說明什麼呢 說明野蠻是有效的 如果你說美國屈服 從這個角度來看 不如他這樣說 他受他的盟友加拿大 苦苦相求下 他作出這個決定 既然未必有把握 可以令到這個孟晚舟入罪 在一個公平公正 公開獨立的施法制度下 不如不要令到兩個盟友 加拿大的朋友 加拿大的國民受苦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看 中國真的贏 贏的是什麼 贏在他夠盲 他用一個写盲方法就贏 今後都可能會這樣 你敢拘捕我的人 我就拘捕一倍 甚至更多 這個做法是有效的 最後令到孟晚舟得到釋放 是否就等於 百分之說中國贏了 大家看到真面目 在加拿大已經開始 很多人說在中國做生意 這麼嚴重的 隨時會出事 你以為外國人不害怕嗎 外國人也不會這樣看 一樣會這樣看 即是說中國贏了這場仗 不過贏了面子 但輸了女子 即是裡面 贏了面子 輸了裡面 被人看清楚 原來中國的司法制度就是如此 你一向都是這樣的 其實有些事情是一步一步的累積 慢慢就看到 這麼赤樓螺 究竟特朗普在這的時候 是否不會放孟晚舟 是到拜登才會放他一馬呢 即是沒有得如果的政治 是不是 如果你說如果的話 當年在特朗普的任內的時候 為什麼他口聲聲說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也會介入這件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特朗普是一個政治上 相當實際的人 我也說了 他在任內 做很多的事情 說很多的說話 都是為了尋求連任 如果這件事 令到他能夠尋求連任的話 他就放了 是不是 而且 即是 起訴他的時候 即是要他引導的時候 其實都未必有把握 能夠真真正正 是真的入到他罪的 如果這樣計算 計算出來 又可以救回加拿大人 多好才可以 當時 即是特朗普 是否一定要堅持去 要引導 其實我看他那個 一路做 那個言行 都未必是 未必百分之百是這樣做 所以是否就等於 即是 拜登和特朗普 有截然不同的做法 我覺得 在今次 這件事來說 未必是 未必是 是自然不同 我覺得最後都是有個相同的結果 所以 即是有些 特粉 特粉 即是特粉 一路都是 即是在選舉的時候 那一口氣 即是 拿不到來 一路都覺得 特朗普和拜登 對中國的態度 真是很不同 一個是很強行 一個是很軟弱 因為拜登 他兒子 有那麼多的東西 被中國拿著 拿著痛腳 所以一定是會對這個 中國大陸就放水 即是得到這個結合 整件事 我覺得重點就是 為何要拘捕孟晚舟 為何要引渡 去美國受審 即是對付孟晚舟 其實目的是對付整個華為 不是對付孟晚舟 孟晚舟只不過是一個棋子 現在達成一個延後認罪協議 他就慢慢逐樣逐樣 在這個政策上 令到中國覺得對的 真是不想中國的高科技 發展 一路下去是贏過美國 拉孟晚舟 然後對付華為的目的 真是這樣 這就是兩個大國 角力和博弈的結果 這是很清楚的 所以 對華為 這個萬劫不服 華為已經寫在牆上 雖然放了慢慢走 拜登 政府仍然有很多方法 因為 無論在特朗普的年代 一路數下來 是阻礙中國的崛起 令到中國 不能夠和美國對抗 不能夠超越美國 這個是 美國的朝野的拱式 你說他對也好 錯也好 有道德 沒有道德 也好 這是很清楚的 全球爭霸裏面 美國一路走第一 排第一 他是不容人挑戰的 不可以容許任何一個挖 在霸權挑戰美國 無論在任何領域上 包括軍事最重要 太空或者科技 政治上等等 他不容許你挑戰 所以 對付華為 已經是一個既定的政策 很清楚的政策 沒得走 然後 然後 回到孟晚舟 回到祖國的懷抱 很感謝習近平的事放在心上 我自己看一個問題 就是 孟晚舟還可不可以離開中國 或者他敢不敢離開中國 這就有兩方面 第一 就是他然後起訴協議 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條款 如果他行差踏錯的話 可以繼續告他 他夠不夠膽去和美國有引渡協議的國家 過境呢 好像今次在加拿大過境那樣 他不敢出去 第二 你 其實華為 惹了一場很大的禍 你明知道自己 身有什麼 你還在招如過試 戴著這麼多本護照 在不同的地方 回到我想審到暈 為什麼你這麼多本護照呢 為什麼你會在不同的地方 有這麼多一間豪宅呢 你做錯一件這樣的事 行差踏錯 用大陸的說法 統領一個大的樓子 令中國惹上這麼多的麻煩 出盡久留二虎之力 要將你救回來 真是救你嗎 這是面子問題 又不知你在外面會爆什麼 我相信 他在加拿大被軟禁 不准離開這三年 但回到中國 可能待遇 不會比加拿大更好 可能接下來就會 肖勝力直 成為華為 當然華為附有特殊任務 華為 萬萬洲的角色 或者任政府的角色 都可能被排除 都不定 因為 他真正正正為中國 惹來太多麻煩 令中國用太多的力 才解決到這個問題 好 這個就是今天我想說到這裡 這個分析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這個Lock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 這個Netflix 的話 有些片 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Lock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 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 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Lock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 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 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